俄羅斯志願軍又在貝爾哥羅德州 又在自拍 他們進攻過程 戰車行駛完全沒被阻擋 如入無人之境 鏡頭另一邊 又有士兵帕蒂連環開槍 聲稱正在射別基諾小鎮展開另一波突襲 俄羅斯邊境短短一天又通報多起攻擊 還有畫面拍下整排建築都在冒煙 貝爾哥羅德州長忧心忡忡 坦言狀況不妙 俄羅斯記者在當地採訪也是戰戰兢兢 因為首次體驗炮聲隆隆 不敢相信俄國本土也會變成戰場 北戈羅德地區越來越多居民趕緊收拾家當 還有人帶著寵物撤離 臉上表情寫滿驚恐 儘管俄羅斯國防部也公布 反擊放夜但時間的情況並不明朗 當地居民不滿情緒正在快速上升 發起攻勢之一的自由俄羅斯軍團 現在士氣越來越高 還對著鏡頭亮下這句狠話 表明目標是解放全俄羅斯 其實俄羅斯電視台也開始出現不同聲音 反對派政治人物納傑丁 最近在NTV節目中呼籲大家2024要選出新總統 雖然他過去就經常批評普欽 卻是第一次獲准在電視台發表這樣的言論 媒體風向是否轉向值得關注 另外車程官員也痛罵瓦格納領袖普里格金 太愛作秀 俄羅斯內部動盪加劇 專家認為普京面臨再次擴大爭病的壓力 不過客公發言人老神在在說不擔心 表示現在有很多俄羅斯人搶著入伍 雖然烏克蘭始終否認參與俄國境內的攻擊 但該去的衝突確實有利烏軍反攻 尤其俄羅斯民兵聲稱開始攻擊 貝爾戈羅德一代的俄國軍事裝備 恐怕波及俄軍隊烏冬的後勤補給 普京發動了這場戰爭 看起來越乏不可收拾 特別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